不同的面向特征代表着的含义不同 所以根据一个人的面向 可以对此人的性格以及未来的运势 做出一个大致的判断 或许不是百分百的准确 但也可以作为对此人了解和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 那么人中深浅代表着什么呢? 这种面向特征又有什么含义? 在这里我们就针对这种面向特征 为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看看这种面向的人到底好不好 一、寿命的长短 人中的深浅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寿源情况 一般来说人中比较深的人 健康状态大都很不错 拥有着很不错的健康运势 所以他们从小就很少会生病 而且喜欢运动 性格表现得也比较开朗、活泼 反之 人中比较浅的人健康状态就比较差 从小就体弱多病 性格内向、不喜言谈 以至于生活中总是会给人一种很虚弱的感觉 因此 人中比较深的人一般寿命都比较长 且不容易生病 而人中比较浅的人 因为健康状态不是很好 所以寿命相对来说也比较短 身体健康状态较差 人中比较深的人 一般服务员都比较深 属于那种很有福气的类型 或许他们在生活中赚钱并不是很多 工作表现也不是特别突出 但是他们的生活却过得很不错 他们的福气并不是表现在物质生活方面 而是表现在情感、生活等方面 虽然日子过得不富裕 但生活却很幸福 这种幸福体现在夫妻相处和谐 家庭生活幸福 子女身体健康 自己也能长寿等等方面 因此 虽然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 但日子却能过得很好 且很幸福 反之 人中比较浅的人 服务员也会比较浅薄 这样的人日子过得就比较艰辛、苦涩 三、性格的表现 通过人中的深浅情况 也可以对一个人的性格做出一个大致的判断 一般来说 人中比较深的人性格比较开朗、活泼一些 这种人很是乐观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会轻易退缩 而是会选择勇往直前 同时 他们的个性也比较要强 属于那种不愿服输的类型 而人中比较浅的人 性格则比较阴郁 而且很是内向 不善与人来往 社交能力比较差 所以人缘也不是很好 同时 这种人的性格也比较软弱 在遇到苦难的时候 总想着逃避和退缩 以至于难成就大事 四、人中整齐的人会有什么福气 一、原则性强 人中整齐的人 面对生活是有原则性的 所以这一类人 在坚持自己的原则的时候 得到了收获 这类人不容易被诱惑 或者是影响 在他们的原则里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也许有人觉得 这类人是很不懂得变通的 但是原则性 实际上是给这类人的生活 减少很多的麻烦 二、有情有义 人中整齐的人讲义气 这一点 让这类人的交友运变好 这类人在有钱上的付出 和收获是成为正比的 自己的真心付出 并不会被辜负 有情上 这类人是懂得尊重和珍惜的 这类人通过朋友的帮助 自己得到了进步和成长 当然了 他们也是可以给朋友 带来帮助的 三、吃苦耐劳 人中整齐的人 可以做到吃苦耐劳 这一点是很好的 这类人面对生活的时候 是不害怕辛苦的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即使这些事情很不容易 这类人可以在吃苦耐劳中 得到收获 他们不会因为辛苦 而放弃自己的生活的 所以这类人得到了 别人无法得到的 四、自律性强 人中整齐的人有自律性 制定好的的计划 这类人是会很好地去完成的 不会半途而废地对待生活 自律给这类人带来的幸运 这类人得到的收获 不仅仅因为自己有好的运气 也因为这类人 凡事都可以很好地坚持 养成了自律之后 这类人的幸运就更多了 五、心态好 人中整齐的人 是有好的心态的 这类人会给别人的生活 带来一些正能量 所以这类人在日常生活中 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的 这类人面对生活的时候 不容易悲观 他们会及时地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生活总是要过下去的 这类人会选择开心地过 而不是悲伤地过 人中整齐的人是有福气的 这类人的福气来源于很多地方 有些运气自己带来 有些运气他们努力争取而来 不管是什么样的运气 这类人都可以把握在手里 因为他们原本就是懂得珍惜的 不会给自己的生活添麻烦和遗憾 在面相学中 人中的部位 主要代表泌尿系统和生殖系统 以及子女运势 以可辨别一个人的性格 5.如何从人中看有没有福气 1.人中以长宽身为最好 其他次之 人中清晰身长此为贵人之命 为人处事积极乐观 阳光向上和善亦交往 身边粮食亦有颇多 财运良好 事业运势也是蒸蒸日上 偶遇波折 也有朋友相助 逢兄化吉 平安度过 自身也有贵人之相 可助长他人运势 朋友之间相互扶持前行 皆为大富大贵之人 人中身长宽 子女排成斑 男女的肾部 都在人中有所体现 人中身长清晰 代表其人健康状况良好 肾气充足 也是长寿的表现 女性的子宫强健 生育能力强 姻缘深厚 早年便可泄购命中注定之人 一生一世相伴彼此 人中身长清晰端正的人 心思沉稳 做事多深思熟虑 计划性强 有开拓性 做事中规中矩 值得信赖 乾隆的人中非常深 宽厚 这也是他长寿的一个原因 人中越宽 越长 越深 越好 如果一个人的气血 特别足的话 就会特别长寿 所以这个勾渠 就应该是 长 宽 深的 如果一个人的人中 长得好 就说明这个人的子嗣 会很多 孩子 各个健康 所以从人中 能看出人的健康水平 二 人中有质 体质较差 如果女人人中的正中有质 通常代表子宫弱小 体质较差 人中也代表女人产道 正中有质 说明生育时 可能会遇到困难 如果是正中央 有恶质 就容易有产恶 而且要注意 妇科疾病方面的问题 特别是子宫 三 人中横纹 生性浪漫 有的人笑起来 人中会出现皱纹 如同嘴唇翘起来的样子 也不难看 这种人生性浪漫 浑身上下都充满浪漫细胞 四 人中短浅 体质较差 人中短浅 天生肾气不足 身体抵抗力差 企图心不大 人生也较为被动 思虑不太甚密 形式缺少规划 多有始无终 且亦产生自我矛盾的心态 常感劳碌 建议这样的人 可以放下心中顾虑 做事情提前做些计划 按部就班 事自可成 五 观人中知疾病 女性在生理期 人中处有红丝 或气色青黄者 代表妇科有炎症 如果男性前列腺病症发作 在人中处会有红点或痣出现 如果突然出现以上特征 要及早到医院检查 有备无患 如果人中突然长痘 也代表最近心火旺盛 代表最近事业或生活当中诸多不顺 这时自然要放平心态 理清头绪 不要一味纠结 会令心火加重哦 六 人中有玄珍 子女在他乡 人中有一根玄珍纹 视如戳破人中 这样人的心量会变小 晚年子女无缘 子女成年后多会远离自己 也代表有可能会领养孩子 人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寿命 运气以及贫富情况 生活中 人中偏邪的人心胸狭隘 晚年凄凉 人中有横纹的人 爱管闲事 会终身操劳 那么人中长该怎么办呢 面向上 人中长的人有福气吗 六 人中长怎么办 一 缩短人中锻炼法 一 先将嘴巴闭起 接着一手指将嘴唇两端往下拉 上唇 则往外突出 做出鸭子嘴 并维持三十秒 二 缩短人中锻炼法 二 嘴巴周围的肌肉 会随着老化而衰退 因此会导致人中变长 且松弛的脸形 接着就进行活动舌头锻炼法吧 活动舌头锻炼法 唯将嘴巴闭上后 以舌头沿着牙齿表面活动即可 左右各三十次 并在早晚进行最有效果 有福之人必有有福之相 一个人的面向 不仅可以反映出 其人的性格和内心的想法 还可以体现它们具有的运势变化 我们求福自然要做一些善事 积累功德 增长自身福慧 世间善法总是需要十节因缘成熟 方可完成 高僧说 一念之词万物皆善 一心之词万物皆庆 心怀慈悲 是度人也是度己 学会感恩 懂得包容 凡是能站在别人的角度 为别人着想 便是善良 也就是说 与人为善 做事 留余地 善良是一种 为人处事的智慧 人生在世 不可能一直 一帆风顺 过程中 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挫折 这些不顺 都需要我们勇敢面对 以豁达的心态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